郑州接下来几天要开启惊吓冰烟温度高达40摄氏度的烧烤模式了 生活在城市中的小伙伴们不得不保长热岛效应带来的双倍掩热 但周边的水乐园都已经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做活动招了游客 所以想要避暑还是有很多好去处的 其实,移动水上乐园是非常适合在城市周边经营的 因其相对不高的投资成本和较为便宜的票价 能够吸引很多的游客驻足玩耍 所以移动水乐园往往会成为生活区域周边的爆款项目